小学教辅书中配日军图 这个太行了 真行啊 这个还在跟风的 今日网报陕西两家出版社出版的 小学二年级语儿下次的教辅书中 在雷锋做好事那里 竟然配了一个清华皇军逼老汉的图 我真的是醉了 而且还有一个小学生看的书上 这用意也太阴险了 那这到底违法了 你像老吴那样 在违法犯罪的边缘疑狂的事态 甚至教育部都倒下了 但是还没有进行追测 但是我相信这估计也快了 我承认 我上次我怂了 但这个不一样了 你搞这种图 法律上是有明文规定的 刑法299条 侮辱诽谤或者以其他方式 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 情节严重的三年以下 你把这图背到雷锋那里 这不是明显在侮辱劣势法 把雷锋比多日军啊 除了之外 依据出版管理条例第25条 任何出版社不得还有侮辱 或者诽谤他人 侵害他人合法权益 以挤扰社会之余 破败社会稳定的内容 否则可以承认整改 轻轻扬的可以吊销许可证 我是觉得 针对小生的读 沈和珍的至关重要 建议可以一定追责 你们觉得 关注我 助理解开法律迷惑 变得豁然开朗